打了疫苗就比較有防護力 而且最近又剛好有一個兩歲同重症 可以打 因為他平常也是在外面跑來跑去 可能會少一點風險 6到11歲兒童有望接種疫苗 只是爸爸媽媽放心給家中寶貝打疫苗嗎 人聽到別的爸爸媽媽也在討論 大家都說怕安全性 因為他太新了 總不能說所有人都打 然後小孩子不打 不知道 我現在資訊不足 街頭走一遭詢問的五名家長中 贊成與反對比數三比一 還有一人還在考慮當中 看起來家長意見正反不一 而反對和考慮的人不外乎 擔心6到11歲小朋友打了疫苗之後 可能引起副作用 那他們所謂的輕微不良反應 就是你注射部位的一個疼透 還有有可能有一些發燒的現象 那還有出現所謂的倦怠 醫師說明 以莫德納兒童劑量來看 沒有明顯不良反應 而公衛學者陳秀希則說 副作用主要還是美國輝瑞 曾引起過敏反應 尋麻疹和嚴重嘔吐 但是比例低 至於外界說打莫德納 可能誘發心肌炎 學者解釋 過去曾發生在12到17歲 12歲以下反而少見 6到11歲的兒童其實他還在發育過程 長期作用 這個科學上還需要觀察 但是目前你這個短期的護作用來講 其實上便沒有太多的護作用 只是疫情嚴重 兒童不打疫苗 確實有染疫風險 最好的防疫方式 專家建議 加護三劑 打好大賣 兒童疫苗即將上路 孩子打不打 就看家長怎麼考量